来独立国家一定会超过200 中间一定有台湾共和国 曹新成大胆断言 台湾将成为世界承认的民主国家 不过他的好友郭台铭 连两次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初选失利 不少人替郭台铭抱不平 遭蓝营黑箱黑掉了 国民党这次是对他是有一点 就是把它当了一颗棋子的概念 这个国民党在做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 政界他也有在学习 政界他没有绝对的对错 这跟商业经营是不一样的 这不同的游戏 我想他在低估了这个政治的复杂性 曹新成过去两度写公开信给郭台铭 更曾开炮身边聚集一堆蠢人 要郭台铭跟这些人保持距离 我觉得他有些观点是被误导的 台湾只要不讲独立 台湾就没事 两人就可以和平 那么这个当然是不对的 这当然是不对的 所以我是针对他一些论点的明显的错误 这也做一些解释 我并不是真正在个人 个人我们还是朋友 郭董事长回国后 应该做感恩之理 下乡向这些支持者表达感谢之意 同时直接听到民众的声音 然后知道怎么样 真正的努力的来为中华民国 为两岸和平来努力 这是力挺郭台铭为2024再战吗 挺郭立委力道不减 郭台铭争取初选二度实力 是否力推郭侯搭档合作 还是载批战场与国民党对决 攸关蓝铭2024强败 3地新闻哥只刚成一号 SNG小组台北冲的道